Liga 2000 年時 在德國科隆Photokina的展覽中 重新再造了一架機 就是Liga 0號機 當時零號機是Liga最早期的攝影相機 可以說最早的35mm相機 因為無法對焦 全部都是古焦、拉尺、度尺 測光為例亦需要另外一個熟練的測光技術去做調校 因為最早期攝影相機沒有任何工具輔助 亦不像現時數碼機那麼多功能 全靠人手操控控制 亦是朋友攝影師的經驗和技術來做拍攝 技術性比現今的機器都比較強 現在重速的Liga 0這部機 可以讓現今的朋友可以嘗試掌握一下 或者嘗試一下以前的人拍攝時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這部機的操作 與現今的機器有很大分別 這次為大家介紹一部機是比較特別的 這部機來說 都是Liga很早期的一部機種 最初研究攝影時製造一部機 就是零號機 最元祖型的零號機來說 當然今天不可以讓大家看到 但現在我們一部復刻版的零號機 可以讓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零號機來說是蠻特別的 一部黑漆的相機 它的觀景窗不同於普通 很像一個瞄準器 因為它中間鏡子有一個十字鏡 加上前面有一個圓圈 我這樣目標 但如果這樣駁起來是夢茶茶 好像現時的一些新的模範機 或者數碼機 可以看一個顯示鏡 拉遠一點 就這樣看 才能看到所拍攝的範圍 這部機來說 當時為了方便攜帶 當然是用一些 伸縮鏡頭 伸縮鏡頭是方便攜帶之用的 這部機的蓋蓋 還有磨砂黑色的 防止漏光現象 這樣蓋蓋蓋 聽聞這部機來說 拍攝技巧也挺高 同一般現時 大家玩開的菲林機完全不同 因為每次拍照後 都需要這樣蓋蓋蓋蓋 否則聽聞會影響照片 會有漏光現象 這部機是真是假的 我未知 真的要實現一下 這支鏡頭 屬於一支50mm 3.5mm光圈鏡頭 光圈黑度也挺特別 光圈黑度方面有3.5mm 4.5mm 6.3mm 9mm和12mm 光圈來說都是一個 不平常的設計 當時是光圈值來計算 快門盤也比較特殊 快門盤 大家可以看到 沒有快門速度 看到數字是2、5、10、20和50 我翻查過一些資料 因為他們計算快門縫隙位有多寬 它騰走時 2時代表是2mm縫隙位的走幅 約是500分一秒 5等於200分一秒 10等於100分一秒 20來計算是50分一秒 50等於20分一秒 那時快門選擇比較少 只有幾個快門速度 沒有現在選擇那麼多 由1秒到1000分一秒 甚至電子快門為例 甚至由8秒開始 再去到8000分一秒都可以 甚至過萬都可以 現在現今的快門來說 這次是早期的機器設計 如果按鍵方面 這裡一旦還有一個按鍵 看到一個 M、Z和R 這幾個按鍵方面 解鎖 這個就是 快門的膝打在圓鏈位 這裏按上鏈 過片 然後按這個 便可以拍攝 安裝相機的飛鏈 一樣的做法 就是在底部安裝 但不能揭開機背蓋 所以需要跟螺絲機一樣 剪掉飛鏈才可以套進去 亦有一個運作的心 這裏有一個心 心而言同樣 夾了飛鏈上 然後大家一起安裝下去 安裝的心也有特別技巧 因為這裏有一個指針位 大家要看一看位置 跟它位置合適才可以順利進去 否則它便不能拍貼 便安裝不到 現在我跟大家講解 這機的簡單快門操作 因為0號機調快門都蠻特別 平時一本螺絲頭機 我們轉了之後便可以調起它來調 但這架是調不到的 完全不可以調起它 按右也調不到 它調的快門是一個特別的方法 大家要過片 片要過到 看到那些紅點嗎 這點紅點要對著這個位置 然後才可以按下去 這樣便可以調校到快門速度 大家可以看一看清楚 看到這個洞裡有金屬點 金屬點現在去到20 如果我再調校 金屬點來到10這個位置 再過 5 去到這裏便是2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才能調校到快門 現在過片 約會過了一半左右 現在快門去到2指 相對快門速度等於500分一秒 便可以調校到快門速度 我還要過 好,調校好了 然後便可以拍照 聽到快門聲音亦有少少不同了 因為剛才那個是21秒 現在這個再調校一次 好,現在回到慢一點的速度 再調校到50 再看看 聲音跟剛才的500分一秒速度 是有距離位的 時間速度是不一樣的 好 現在再調校 一般如果我們用開的片子來計算 如果當你假時間 是用開100度片子來玩 可以嘗試玩個SUNY 16 反門速度是100 你的Felm ISO就是用100 之後來講 這裡的光圈方面調校 如果玩SUNY 16 應該是用16個光圈 但這裡沒有 大家可以調校 回到12來玩 用12光圈來做一個古招的距離 因為試玩這部機沒有對焦 全靠就用古招 最近對焦來講 都同樣 待一米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尺數 景深尺的位置 從這裡開始就無限遠 慢慢看到 在這裡就10米 5米 4米 3米 2米 數到最後 就是1米 這個範圍來說 大家可以用古招來試 拍這個 因為以前來講的相機做法 是看對焦尺拍攝 今次為大家介紹拉架零號機 下次再為大家介紹拉架其他產品